曹操就拉了董城 又将他一家两战全部监禁 处理完这件事了 曹操就回去上府 将召书和二长的人 拿给那些谋士看 和他们商量要废了显帝 另立一个新皇帝 程族就劝他不要 他说 明公之所以能够威震四方 毫令天下 佳恩是拥戴汉家皇帝 现在诸侯都未平 一下间就做废纳的大事 必定会惹起战和 嗯 是呀 于是曹操就罢手了 只是将董城等五个人 以及他们全家老小 押送去各个城门处斩 这次被杀死的 总共七百多人 京城里头官又好 百姓又好 见到的 没有过不流眼泪 曹操杀了董城他们几家人 他还是怒气未消 这一天 他带着一把剑直入皇宫 要去杀董贵妃 这个董贵妃乃是董城的妹妹 已经怀了五个月身孕了 当日 倩帝后宫正在和福皇后静静地说 说为什么董城的事 到现在这么耐落 还未有音讯呢 忽然间见到曹操带着剑走入来 满面露涌 哎呀 吓得倩帝大惊失色 曹操进来就问 董城谋反 帝下知不知道 天帝说 董卓已经杀了 不是董卓 是董城 朕 实在不知道 帝下不记得咬穿手指 用血来写召书的事了吗 跟着曹操喝几个武士 拉了董妃来 天帝说 盛相 董妃已经有了五个月身纪了 希望盛相可怜一下 如果不是仓天注定她失败 我已经被害了 留下这个女人在这里 来做我的后话就可以了吗 福皇后就求曹操说 盛相啊 敢不如扁了董妃入冷宫 等她分娩了 然后再杀她都未迟啊 什么 想留这个疫种 将来和老母保守是吗 董妃知道毫无希望了 她说 请盛相开恩 让我全尸而死 不要暴露我的尸体啊 于是曹操叫人拿了一条白卷来 天帝就哭着对董妃说 听你在九泉之下 不要怨我啊 说完了 泪如雨下 福皇后也哭了一声 曹操喝了一声 这么痴前 还有什么好哭啊 让她拉走 就喝点没事 拉了董妃出去 在宫门外面 用条白卷勒死她 跟着曹操就命令 监公官说 今后所有皇亲国戚 没有她的命令 擅自进入皇宫的斩 守卫不严 以同罪论处 当时又拨了深福人 三千名做御林军 由曹操统领 加强防范 过了一段时候 有一天曹操对程玉说 现在董城 他们虽然已经杀了 而且还有马藤留比 他两个也是这个集团的 不铲除了他们 不行的 程玉说 主公 马藤在西梁驻扎大军 要打赢他 不是那么轻易的 还是写封信去安抚他 让他不要有疑心 然后找个机会 哄他来京师 杀了他就行了 至于刘比 他现在在徐州 将兵力部署成 机局之势 护为照应 也不可轻敌 何况 现在元兆在官道 驻扎了这么多兵马 他想来打许刀的意思 是十分明显的 如果我们一旦东征 刘比是势必向元兆求救 那元兆趁着空虚走来 袭击他都 那我们怎样抵挡好 不是呀 刘比乃是人中豪见 现在如果不去打他 等到他掌成羽翼 那时候想打他就艰难了 没错 元兆是强盛 不过他处理事情 总是犹豫不决的 用不怕他呢 曹操正在和程玉商量着 国家来到 曹操就问他 我想东征刘比 但又担心元兆会来襲击 你说怎样呢 国家就回答 元兆的为人迟钝而又多疑 他手下的谋事又互相妒忌 对他我们不必担心的 至于刘比 他现在身身才组成一支军队 大家的心思都未曾统一 趁着这个时候 城上带兵东征 一战就可以平定他了 好啊 你的意思合了我的心水 曹操就于是点起二十万大军 分兵五路下徐州了 这个消息 好快就被流比方面的探子探听到 就向徐州报告了 孙乾接到情报 就首先去下皮 说给关公听 接着呢 就去小配报告刘比 刘比就跟孙乾商量说了 这一次 是必要向袁绍求救 才可以解决危难的了 于是 刘比就立刻写好一封信 派孙乾带去河北找袁绍 孙乾去到了 首先呢 去见田锋 把情形告诉他 求他引荐 田锋就立刻带孙乾去拜见袁绍 呈上了刘比的书信 今天见到袁绍形容潮水 衣冠不整 田锋就问了 主公今天为什么这样 袁绍说了 我就来死了 主公怎么这么说呢 我有五个儿子 我小儿子最得我喜欢的 现在他生了戒仓命在谁危 我还有什么心机理其他的事 主公 现在曹操东征流原德 许昌防备空虚 如果我们以一支移兵 承虚而入 上可以保天子 下可以救万民 这个机会极为难得 请主公你决定 唉 我也知道是好机会来 不过我个儿子 不过我个儿子 担不定主意 怕有不利 有什么担不定主意呢 主公 我五个儿子 唯独这个儿子 生得最聪明的了 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亦没命的了 袁绍坚决不肯出兵 他对孙乾说 你回去见袁德 就把原因说他听 如果有什么不如意的时候 请袁德来我这处 我自然会帮助他的 唉 没办法了 田锋说了 这么难得的机会 竟然因为弟弟的病痛 那么就失了他 唉 没了没了 可惜啊 田锋不肯定挡脚 只有和孙乾告辞走了 孙乾见袁绍不肯发兵 只有日夜兼程赶回去小倍 把这件事告诉刘婢 刘婢很害怕 那怎么算好呢 掌婢说 慶长你不用忧心 曹兵从这么远来到 必定是很疲乏的 趁着他们刚刚来到 就先去劫寨 这样就可以打败曹操了 哎呀三弟呀三弟 平时以为你只是懂得讲历 之前次触楼袋 都挺懂得用计谋的 现在你出这个计策 也是合乎兵法的 好 就听你说 我们分兵去劫寨了 好了 现在说说曹操 他带领兵马就一路向着小倍进发 这一日 在行军的时候 发现间一阵狂风 轰声一下 将一面牙旗吹断了 曹操就立即下令停止前准 找齐帮谋士来问下吉凶了 迅速问 尽力问 隆在哪里来的 吹断什么颜色的旗呢 曹操说 是东南风 吹断了边角上的牙旗 这旗是青红两种颜色 哦 没错了 这个预计是应在楼比 今晚必定来劫宰 嗯 嗯 曹操摁了头 这个时候,毛戒急急进来见曹操说,刚才一阵东南风吹断了一面青红衙旗,主公认为这是玉兆什么吉凶的事? 你的意思呢?我认为是玉兆今晚有人来劫宅。没错了,上天保佑我,来通我报信,大家要作好防备。 于是曹操下令分兵九队,只留一队在前面虚择刑宅,其余那八队在八面埋伏。 真是的,当晚有多少月色,留比在左,张飞在右,分兵两队进发,只留下孙乾守着小倍。 张飞自以为是得计,他带领一队马军在前来冲进曹操的刑寨,奇怪了,只是见到凌凌落落,没有多少人马,突然间,四面火光大起,齐声搭哭。 不得了,张飞知道中计,急急跑出去迎寨外面,谁知正东的张鸟,正西许柱,正南于錦,正北里典,东南徐访,西南岳准,东北下侯敦,西北下侯淤,八处军马就杀过来。 不得了,张飞左冲右凸,前遮后挡,好像一只老虎那样猛地冲杀,但是呢,他所率领的军兵,本来就是曹操手下的人马。 现在见到形势紧急,就全部都投降回去了,张飞杀了,遇着徐访,大杀了一阵,未婚胜负,后面恶俊已经赶到来了。 这样打,不得了,张飞拼命杀了一条血路,突迷出去,这个时候只剩下几十个马军跟着他。 他只是想扔回小倍,但是这条路已经截断了,想去徐州下皮,又怕有曹兵截击。 想起来这两条路都行不通了,一拍着马就扔去亡荡山,这处暂时就放落不说他了。 现在说回刘比,刘比是带兵去劫寨,当他就快去到寨门的时候, 突然间听见我河沙拉的喊声震天动地,在后面冲出了飙军队, 立即截断了他半人马,接着夏侯敦又到,刘比马宋突迷而走, 谁知道夏侯冤又在后面追着打过来。 刘比回头看一下帝家伙,自己只剩下三十几个马军跟着。 他想急急迫回小配,抬头一望,只见小配城内大火冲天, 不回得去了,唯有放弃小配去徐州下皮, 又见到曹兵漫山遍野截着这条去路。 刘比想一下这趟无家可归了,再一想, 啊,袁绍说过的,有什么不如意的时候可以去找他的。 哎,没办法了,不如暂时去衣帮着他先,以后再作打算。 刘比就向着青州的方向走,走了没多远,就撞正李典拦住了。 刘比拼命了,向着北方单人匹马,落方而走。 李典追不到他,就将跟着他那三十几个马军俘虏了。 刘比单人匹马,一行三百里, 扔到来青州城下叫门。 那个守门官问过他的姓名,叫他等一会, 就进去报告本城的长官。 原来青州刺史叫做袁潭,但是袁绍的大仔。 袁潭一向都非常尊敬刘比, 听说刘比现在单人匹马扔到来的, 那么狼狈就立即打开城门,迎接他进来, 请他去到衙门坐落,问他什么事。 刘比就长长细细地, 将自己打败仗无家可归的经过, 说给袁潭,表示现在要来投奔袁绍了。 袁潭当然欢迎,就请刘比去宾馆住落休息, 立即发一封信报告他父亲袁绍, 然后派一队人马,护送刘比去企州。 企州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的部分地方, 当时他的周城叫做叶笨, 即是现在河北省林章苑附近。 今天刘比来到平原街口, 袁绍也算不说得了, 亲自带领一班官员, 出了业运三十里之外来欢迎刘比。 刘比首先向袁绍行个礼, 表示感谢。 袁绍也连忙答礼说, 前那次因为小儿有病, 没有去研究市军, 心非常不安乐, 今天有幸能够相见, 真是大胃平生啊。 我小姑力丹, 好久以来就想投靠在将军的门下, 总是没机会, 这趟受到曹操的攻打, 家人都失陷了, 一向知道将军容纳四方的人才, 所以不被羞残, 前来投奔将军, 如果得到将军陆用, 刘比一定誓死报答, 袁绍很高兴, 待刘比非常好, 就招呼他在契州驻落, 这点就不说他了, 现在说回曹操, 他在那晚夺取了小配, 随即就进兵攻打随州, 微竹简涌守不住, 只要放弃随州就扔佬了, 陈登大开城门, 欠了随州, 曹操的大兵就入城了, 安定了居民之后, 曹操立刻召集各位谋士, 商量如何夺取夏皮了, 信玉说, 夏皮是云场在镇守, 保护原德的家人凄少, 如果我们不尽快攻取夏皮, 就怕会被袁绍得掉了。 曹操说, 我素来十分喜欢云场的武艺人才, 好想得到他来为我效力, 不如找个人去讲解他, 叫他来投降吧。 郭家就说了, 不过这样, 云场的为人意气心重, 必定不肯投降的, 如果怕人去跟他说, 怕会被他杀的。 有个人说了, 我和关公有一面子交, 等我去跟他说吧。 曹操一看, 这个人原来是张了。 但是程玉说了, 民远虽然跟云场过去有些交情, 不过据我看, 云场此人不是用说话就可以说得通的。 我有一条计策, 使他进退无路, 然后再请民远去碎他, 到时, 他就必定要归附丞相了。 咯? 先生, 有何高见呢? 云场的武艺高强, 有万人之敌, 要打是没办法打得过他的, 非用自谋不能制服他。 现在, 我们可以叫几十个留比手下投降过来的士兵, 去下皮见关公, 就说是逃跑回来的, 关公一定收留他们的。 那他们就潜伏在城里做内影, 然后, 我们再引关公出城来交战, 炸作打输给他, 一路引他追到的地鼠, 用精兵截断他的归路, 在这个时候去碎他就对了。 这个真是了解呀! 但是, 曹操立即找了几十名徐州投降过来的兵士, 吩咐好他们, 叫他们去下皮找关公, 就如此如此。 那这群兵士去到下皮, 关公一心就以为他们是旧时暴下的人, 一点都没有疑心, 就全部收留他们, 好了, 那就中计了。 到了第二天, 夏侯敦做先锋, 带着五千人马来挑战, 关公初时不出城, 没理他, 夏侯敦就叫人在城下高声辱骂, 有这么难听就骂得这么难听, 极度关公发大火, 带着三千人马出城, 跟夏侯敦打过, 大约打了十几个回合, 夏侯敦回马就走, 关公追着他, 夏侯敦就扯箭扯走, 关公一路追了大约二十几里, 想一想, 嗯, 怕夏侯又失, 不追了, 指挥人马回头, 迟了, 只听见一声跑响, 左右锤房, 右有许柱, 两支军队截着去路, 关公处奪路猛走, 但两边的伏兵, 吹吹吹声, 乱箭射过来, 关公没办法冲得过去, 只要带兵屈回头, 随房许柱, 拦着他打起来, 关公焚起威风, 杀退了他们两个, 就想带兵回到夏侯敦, 怎知又被夏侯敦截住施杀, 就是这样, 关公一直打到夜晚, 无路可走, 就扔到他一座土山, 叫兵士在山头住宅, 休息一下, 曹兵就轰轰把这座土山围住, 关公在山上, 远远望见夏皮城内, 火光冲天, 什么事呢? 原来这个又是曹操的计子, 那帮炸航的兵军, 偷偷地打开城门, 曹操亲自带领大军杀入城内, 就叫人放起火泥, 搖乱关公的心, 关公看到夏皮火起爬的心, 很害怕, 当晚关公好几次想冲下山, 但都被乱战射到他回头, 熬到天亮, 关公正想整顿好军队, 再次下山去打过, 忽然间, 看到有个人跑着马上来, 等到来近一看, 原来是张辽, 关公对他说, 文远上来打过是吗? 张辽说, 不是, 我只是想起朋友往日的交情, 特意来见面而已, 说完, 张辽抛开把刀, 落了马, 和关公互相走过来, 一起坐在山顶, 班公说, 文远, 你来莫非想睡我, 是吗? 不是, 往日很多得兄长搭救小弟, 今天小弟怎能说不搭救兄长呢? 贤责, 你想来帮助我吗? 也不是, 依然不是来帮助我, 那来这些书干什么? 这样的, 现在原得不知全网, 亦得亦未知生死。 昨晚, 曹丞相已经攻破下皮, 但是军民都没有伤害到, 同时派了人去护卫原得的家眷, 不准惊要他们。 丞相是这样相待大家的, 因此特意来说给兄长知道, 嗯, 你说这些说话即是来碎我, 哼, 我关某现在虽然处于绝地, 但是誓死如归, 你快点回去, 我立即下山迎战。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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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兄长说这些说话, 豈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吗? 嗯? 我为忠义而死, 为何会被天下人耻笑? 兄长如果现在就死, 有三条罪, 啊? 你说, 我又变三条罪? 兄长你听着啊, 当初刘士军跟你结议的时候, 法国誓要同生共死。 现在, 刘士军刚刚打败了, 而你就战死了。 倘若将来刘士军再次出来增红于天下, 想得到兄长你的帮助, 那就没办法得到的了。 那豈不是辜负了当年的盟誓吗? 这是第一条罪。 请问第二条罪呢? 刘士军将家军托付给兄长。 兄长你现在战死了, 两位夫人就无所依靠, 辜负了刘士军托付之重啊。 这是第二条罪了。 嗯, 请问第三条罪呢? 嗯, 那麽啊? 你说我又有这三条罪呢? 那麽啊? 你说我又有这三条罪呢? 那麽啊? 那麽? 你说我又有三条罪呢? 那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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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投降就肯死了,白白死了,無益啊,不如姑且投降曹公先,然後再打聽劉士君的消息,如果知道她在哪裡了,立刻就去投奔她,一來可以保住兩位夫人,二來不至於違背桃園結義的盟約,三來就可以保留有用之身。 有這三樣好處,請卿長你仔細考慮一下,好了,文遠卿既然說了三樣好處,我有三個條件,如果丞相肯接受呢,我立刻射低規格,如果他不肯答應,我就寧願受三罪而死。 丞相寬宏大量,有什麼不可以接受呢?請卿長說哪三個條件呢? 第一,我和皇叔曾經立過世,供乎漢室,我今天只是投降漢帝,不投降曹操。請問第二個條件呢? 第二,兩位嫂嫂嫂那處,請他照發皇叔的俸禄,一切上下人等,一律不准入門。 第三呢?第三,只要一知道皇叔的下落,不理千里萬里,我立刻告辭。 三個條件小一樣,我也絕不投降,請文遠,你急急回去報告吧。 這三個條件事關重大,讓小弟立刻回去稟告丞相,再來商量吧。請啊! 於是,張寮上馬,急急跑回去見曹操,將情況報告給他聽。 究竟曹操接不接受關公的條件呢? 現在她致謝至跟著。 再報告我問,請항細密不停至四 headed晚 食物受傷 81身時有當秒對疫苗設立即控制就是最新要綵状的新婚禍。